好那咱们现在今天这个讲座 咱们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以就业为导向的一个美颜申请 规划注意事项以及答疑 所以呢如果各位家长啊 各位听众啊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这个打在评论区啊 或者是直接留言 那我们都会马上给您做一个解答 会随时停下这个PPT的讲解 来给您答疑 好今天的讲座内容分为几个块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以就业为导向的美颜 有哪些专业的选择 比如说你要转专业呀等等的 这些会给您做具体的接触 第二呢就是适合转这个STEM 专业研究生的一个美颜介绍 这个后面也会说什么是STEM 它的这个优势在哪 它有什么这个对于找工作 比较有利的方式啊 这个这个内容都会找的 都会讲的 第三呢就是这个关于申请这个具体的时候 是需要比如说OBT啊 一些主体 主要的这个注意事项啊等等 也都会给大家介绍 好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讲座的三位老师 陈航老师啊 大家都很熟悉了 好大家好 我是陈航 那个今天呢 咱们讲座内容呢 主要是答疑 所以大家有问题呢 可以这个来问 然后我呢也会在这个呃 就是微信视频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地方 会会看着 呃 然后呢 我呢 是我叫陈航 我是在呃美国后人 我现在呢 很多的工作呢 是呃 帮助这个国际学生就业 这不只是中国学生 也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国际的学生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我们有呃 通过技术的这个软件 叫F1Hire 来技术驱动 来这个 让学生呢 在找CPTOPT H1B 就是呃 说白了 就是如果你要是暑假 还没有着落的话 那么呢 我们很多地方可以帮助 包括是通过技术手段 软件 也包括呢 是我们的这个后人求职的 这种团队的服务 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针对这个 呃 这个 就业导向的硕士 好 那那个 对 郭老师 你接着讲 好 呃 来 Coco老师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您自己吧 嗯 好 大家好 我是Coco老师 我在美国后人教育 已经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了 从事的服务比较多元化 有学生的身份问题 紧急开除 还有本科的转学 研究生申请 还有咱们的现在 讲座的关于二次硕士的一个申请服务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学生以及学生家长 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美颜项目介绍 同时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 学生家长随时留言 我会的题目都会及时跟大家解答 好 这个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哈 我也是后人教育做这个学术规划相关的老师 咱们后人教育的一个宗旨就是说帮助学生留学成功嘛 对吧 那这个不仅仅是说我申请到美国来了 我还希望他可以顺利毕业 包括可以毕业以后顺利的求职成功 就业成功 顺利上岸 所以那整个一套都是咱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内 可以帮助到学生的 下面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服务主要分三块 就是申请类 本科顺利研究生申请 博士申请等等的 包括二硕呀 包括咱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强就业 以就业为导向的硕士申请 那目标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毕业之后 能够顺利上岸为目标的 第二呢海外支持 学术辅导背景提升 这个学术的紧急问题应对等等的 如果您在美国 有孩子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及时联系我们 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规划呀 或者是方案来帮他渡过难关 后面就是海外求职 就是比如说这个 这个如何找工作呀 简历呀 面试呀 CPTOPT呀等等 这些都是咱们的求职服务范围之内 好的 我多说两句 这个很多在国内的同学和家长 尤其是家长没有来美国读过书 有美国生活经验的 他可能只能靠着这个学校的名气呀 靠着排名来选校 那么呢一些同学 尤其呢是这个没有上过国际学校 比如说中国的本科 要到美国来读硕士 那么呢他对美国不了解 所以呢可能呢 在国内的时候他重点呢就是 我去进到哪个学校 学校的排名 那么呢我呢和 郭老师和科学老师 我们都是在美国生活了非常久的 这个 其实呢在 留学的过程中 那么你这个升学拿到录取 这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步 你后面呢还要有海外的支持 比如说呢你的这个 呃如何来选课选专业 如何读好 如何这个呃实习 如何这个来呃 这个这个是决定自己读硕士 还是读博士 还是工作 这里面有很多 方面 这叫海外支持 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 就是海外求职 海外求职呢就包括 这个实习实训科研 那么具体到 这个我们能帮到的呢 那就是想快车道 实训和这个双螺旋 我跟很多同学说 我们最成功的一批学生 就是双螺旋 为什么呢 他是在很长时间的 这个基础上 我们能够持续的来帮助 这个学生 所以呢 很多同学家长问说 后人和其他的机构 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同就是说呢 我们是海外升学 海外支持 海外求职 我们是就是 持续的来帮助学生 来这个呃 提高达到自己的 这个更高的程度 我跟很多学生说 家长说 你的孩子 这个甭管现在读高中 本科硕士 博士 你孩子毕业了 工作了 这个这个成家立业了 我们后人还都会在 我们的是在美国 提供这个支持 所以呢 这是非常好的 好 那我也跟很多同学说呢 这个求学和就业 它的成功才叫成功 你说你拿到一个 约翰霍普金斯的学位 哥纳的学位 呃 这个最后呢 失业 甭管在美国失业 还是在中国失业 呃 这都不叫成功 最后呢 你要把你的这个技能 能够让社会认同 让这个 嗯 让雇主认同 对吧 雇主愿意 愿意给你这样的机会 当然呢 你是互相成就 但是呢 在美国的情况呢 那么 你的初期 那 那 最最重要的 就是雇主愿意雇你 因为呢 你没有这个身份 所以呢 你的这个雇主呢 他要主动的来给你办这个身份 就跟你在北京工作 你需要北京户口一样 呃 这个 呃 那么呢 呃 你 你这里边就有CPT OPT H&B 绿卡 反正就这一套 那么咱们绝大多数同学呢 都是希望呢 他的事业初期在美国开始 其实这也是很好的 像我呀 郭老师 叩护老师 我们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这很多年了 他们可能是10年前 我这都都快30年前 我95年来的美国 呃 那么都是经过这个这个过程 那么呢 呃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最后呢 就要让你的雇主能够能够认同你 那么因为他办身份 这是要雇主来主动的 呃 所以呢 这个是很重要 你说呢 我要是回国 对吧 那么呢 呃 可能呢 你找点关系啊 找点什么的 呃 到一个地方 呃 但是呢 在美国你要想留下来 这个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呃 我们今天呢 会呃 讲这些方面 那么有具体的问题呢 可以来这个呃 在留言区来提问 好 那个郭老师呢 那你接着说吧 不好意思 我刚才抢你话头了 哦 没关系 好 那咱们继续哈 啊 嗯 对 这个是刚才 这个常老师 给您介绍的 这个是我们那些的资质吧 这个时间比较长了 我的学生的数量也比较多 我们大家所有的员工 基本上都在 所以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急着联系我们 基本上都可以来帮助他们 好 往下走 这是呢 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们的一些这个 一个分支吧 这个叫北美留学生 学习经验应对中心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 比如说我学校出发的事件呢 忘了去上课啊 等等 类似吧 或者是被这个举报 说你不是抄袭作弊等等 像这种行政会啊 都可以来找我们 你们都可以帮你 如何去应对等等 也是欢迎您订阅 咱们陈浩苏东美的 这个微信公众号 里面会有这个 及时的一些视频啊 分析啊 给做一些规划啊 最新的一些 给个留学的知识等等的 我这个陈浩苏流美 是每天都在更新啊 所以呢 我也希望呢 能把这个 在美国能够 真实的这些教育的信息 能够给大家 还有一些我的体验 大家可以关注陈浩苏流美 也可以找我呢 做这个约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基本上是开放的 我每周呢 可以大概有五个名额 所以你就找学术哥约就好了 约的话 你可以说主页 然后联系我们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进入到这个 咱们讲这个正题 那柯柯老师 我们先开始 好的 柯老师讲之前 我先说一句啊 就这里面呢 这个题目呢 是就业导向的专业选择 我们这里呢 嗯 我知道国内呢 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啊 他们的这个重点呢 是放在学校的选择 其实学校选择呢 并没有这么重要 不如关专业的选择重要 待会呢 柯柯老师会来具体来讲一下 你最后就业呢 其实主要还是看你的专业 嗯 你在约翰霍普金斯 在各大学的这个 专业不好 到时候照样不容易找到工作 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 学的好专业 也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好的 嗯 好 柯柯老师你讲 嗯 好嘞 对 刚刚顺着程航老师说的就业问题 那在美国很多学生 他会觉得说毕业之后 找OPT 找工作 这是一个常态 其实根据我们辅导了 这么多学生的一个经验 毕业之后 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够就业 那毕业即失业的 国际留学生 在美国也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分了一下 大概有哪一些专业 会在美国有比较困难的 这个找工作的可能 分为两个板块 那两个方向 那么一个就是传统的文科 那大家都知道 文科在美国找工作 普遍会比理科学生 会困难更多 那比方说像历史 传媒 管理 艺术 戏剧 那毕业之后的学生 就就业率非常的低 然后 然后理科方面呢 也有一些 大家比较 觉得是很有技巧的专业 在美国 同时也碰到了很多就业的困难 像传统的科学 生物物理化学 还有工程类的土木工程 他的就业率 也没有像大家之前想的 有这么高 那么这两个 这两个方向的专业的学生 毕业之后其实会在就业方面有很大的阻碍 那么拿文科来举例子 那文科学生阻碍有两个方面 那首先最大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语言障碍 那很多学生可能是来美国读硕士 可能两年毕业之后 甚至不到两年 你就需要马上求职了 那在这个期间 可能你没有很好地融入美国的文化 甚至语言这一块没有讲得这么溜 你就得去参加面试 那就语言这一块你没有办法跟当地的本土的美国长大的 美国人做一个对比 特别是文科这个专业的一个性质 它就意味着你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跟别人打交道 沟通 然后甚至是写很多文案 用英文写文案 那如果说英文不是母语的国际学生 那在这一块上的确是没有美国人有优势 阻碍了很多学生的求职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sponsorship 就是涉及到雇主 他是否愿意支持一个国际学生 在他们的公司工作 是否有可能去找到sponsor你的雇主 那这个面也是非常的窄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文科的机构 他是没有招国际学生F1 sponsorship 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特别是举个例子 像社工这样的一个专业 他在美国虽然说有很多的职位 那很多的机构需要涉工 但是绝大部分需要涉工的机构 他本身的规模特别小 那可能就三个五个人就是一个机构 那他在这么多年的历史里边 是没有去sponsor国际学生的 这一个经历的 所以当国际学生提到需要sponsorship的时候 很多机构没法办到 就只能拒了这一个学生 那可能不是学生本身的问题 那的确是可能整个在美国这一边 跟需要文科专业学生的这个机构 他的sponsorship 在这一块是没有这个文化 也没有律师团队的 那理科学生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那不是每一个招理科学生的机构 他都有sponsor理科生 这样的一个传统 也有相当多的机构 他是不支持sponsorship 那像化学这样的专业 举个例子 化学毕业的学生 那在美国可能十年前从业者 全美的化学从业者也就十多万 那基本上美国很多学校培养的 当地本土的美国人 就可以去成功的fuel这个职位 那他不需要专门去花很多的时间精力 专门去雇佣一个国际学生去工作 那也就导致很多学生求职碰到了困难 然后第二个方向 就是理工科本身 他的一个工作性质 他的专业性特别的强 他专业性强 同时也导致他求职这一块 他的专业度会更高一些 举个例子 就是生物这样的一个专业 那不管你是本科生 不管你是硕士 甚至是博士 你同样是学生物 可能你的这个学习方向 是有一个具体的 一个concertation 一个具体导向的 那当你去市场上求职的时候 你会发现招聘的公司里边 可能他需要的生物工 生物技术员本身需要的技能 或者需要他完成的项目 又是另一个方向的 那你如果在这个方向上 并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对接 那很可能你也拿不到他们的offer 所以这也给很多硕士毕业生 甚至博士毕业生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求职困难 对那关于二硕的这个意义 这咱们讲了这么久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这个二硕的意义有多大了 他首先给我们三年OPT的这个机会 你在美国能够找工作的时间 其实跟你能够成功 是否成功上岸 其实关联度很高 如果你只有一年的时间 和三年的时间的学生 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STAM OPT 特别是二硕OPT 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 在美国去求职 而且STAM方向的这个工作 你有更高的这个工资待遇 你会比一般人来说 在美国这个工资待遇更好一些 生活舒适度更高一些 那好 STAM STAM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咱们之前很多期讲座里面 都有解释什么是STA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的 偏理功课的一个专业 然后STAM OPT 刚才那个 陈寒老师也提到了 包括我们之前很多长讲座的 所有老师都提到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的OPT 如果是第二个硕士 你的第一个硕士已经用过OPT了 那么你可能在申请第二个硕士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OPT的这个 使用资格了 然后下一 好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文科呢 是一年的这个实习期 理工科STAM是三年的实习期 这个 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决定雇主要不要你 因为你想我是雇主 我雇了你 我当然希望你能 你能培训了以后 你能多工作一点时间 我帮你培训好了 你刚上手 你的身份没了 那我怎么办 所以呢 这是文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 那你为什么 理工科有这样的一个三年呢 就是因为他美国的就业市场 他需要理工科 理工科他的这些技能 他做在这他就能干得了 你文科你说你是学心理的话 你是学这个 经济 我就不拿社工举例了 对吧 咱们Coco老师以前是学社工的 那你说这个技能 我一定需要你吗 还是说你为什么你做这个事情就比这个这个这个一个美国本土的一个人做得更好呢 他很难 Jazzify 知道吧 好 下边 好 那就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Stand专业的一个薪资跟就业前景 那么左边这张图呢是通过那个美国的网站Payscale 得到了一个数据 就是在美国这一边工资比较高的 CS相关的工作者工资待遇是怎么样的 那全国就以全国national为这个标准 平均的年薪软件工程师是有10万左右 那么他这个Range最低可以从7万多到14万 那么数据科学家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了Data Scientist 还挺适合文科生转的 他的起薪平均年薪都有10万美金 那么这个Range也非常的大 也是从7万美金到13万美金左右 然后包括像刚才有家长问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那您的孩子毕业之后找的工作 我估计大概率也都是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那这个工作的起薪也是非常的高的 那全美的平均年薪的有11万美金 那么他的这个Range就更往上走了 8万多美金到15万美金左右 所以转这个转码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可能会在美国不但好上岸 同时你在美国的这个公资待遇 应该是好于美国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 美国的公众 所以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吧 然后其他的stain eligible的专业 就是同样有三年OPT的一个stain专业的薪酬 待遇也不是特别低 但是比computer science CS相关来说还是略微弱了一些 像UI UX 可能就10万左右 游戏开发7、8万 然后这些都是基于那个所在行业 然后这个公资待遇 它是怎么样去看呢 有几个因素吧 家长都会来考虑说 我怎么知道我的小孩毕业之后 能拿到什么范畴的这个薪资 那有几个因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是学历 你的孩子是本科还是研究生还是博士 那么特别是CS来说 你本科可能10万美金左右 硕士有11万多美金平均 那PhD可能12万左右 那么可能这个差距是在1万多美金之间的一个差异 然后第二就是你的工作年限 你在美国这个公司在美国工作了多久 如果你的工作的时间是5年以内 那么可能是在6、7万、7、8万左右 但如果你在美国的这个同样是computer science 你工作时间有5年以上了 那就是至少10万美金起 然后第三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所处的行业 你是在什么类型的公司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量 那么同时你刚刚毕业 你在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startup的IT公司 那么公司的人数也特别少 那公司的融资也特别的差 那你可能也就是6、7万美金 那跟咱们其实有部分的文科来说 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如果你所在的这个行业是 大公司IT像Amazon、Facebook、谷歌这样的公司 你的平均average大厂的这些公司都是13万美金左右 像苹果这样的公司给的computer scientist的工资 也都是那就更多了 就是16万美金以上 那还不包括这个股票的这些package 对 然后公司的位置也有很大的区别 你是在东海岸还是西海岸 那还在哪一个州 那么在美国拿工资 同样是CS专业的毕业生 公司最高的当属就是加州了 那加州它的这个CS方向的从业者 它的工资是美国全国来说 比national average平均数高70%多 那有些部分比方说像马里兰也还不错 它可能比平均全国平均水平高50%多 那个别地区比方说Florida Florida社会成本比较低 它反倒还低于美国的平均CS公司的 那个average的工资 所以就看你到你毕业之后去哪一个州去发展 也决定你拿的这个公司待遇怎么样 然后最后还有支撑你是一个junior 还是一个senior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我多说两句啊 这个很实际的 这个上个星期呢 就前两天吧 有一个匹大的一个学生来找我来采访 就是说当时呢我为什么来美国 对吧 这个新移民 我说你想听实话吗 实话是什么呢 在美国挣钱多嘛 这个当时我说我的研究生导师一个月才挣了1000多人民币 那我在这我那个硕士的那个那个奖学金就是拿到免学费以后奖学金一个一个月就是400多 那时候400多还抵个满多人民币的对吧 那么呢挣的多 那么各种的这个行业为什么呢 是说转码转码 并不是说一定是上岸 我有个活干 然后苦苦巴巴的怎么样 转码确实挣钱多呀 软件工程师你看平均的年纪 就你你达到平均数你就是10万这里边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跟文科相关比如说艺术吧 3D艺术家 这是在最末的这个5万7 那你说你当了3D艺术家你说你花的这个精力 你这个这个搞艺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时间投入 你说是一定是比这个软件工程师要要少吗 要少个两倍吗 其实不一定对吧 然后呢 你像像我们这个这个搞教育的这就就上不了这个这个单子 所以我有时候呢也是这个很感慨 就是说呢 这个这个因为你说当老板吧 这个当然希望我们的同事 我们都能够有很多的这个收入 但是呢 你这个不同的行业 你就收入就是不一样 但是你不能说呢 我这个这个我我不会编程我就非得要去编程那你不是这个这个死路一条吗 对或者我这还有化妆师对吧 我我我没有这个才能 我去当就看着人家化妆师挣钱多我去当化妆师 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也是要参考这个就业的数据 然后呢也是要看自己的这个能力才能和热情 对吧 为什么我们愿意做教育的这个领域 那教育这个领域就是我有很多热情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学生被我们帮助啊 被这个最后呢是去进步 取得很好的成就 对吧 你说当护士当医生 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去开刀呢 为什么有人当护士当护工呢 那也是 所以呢 在这很多时候呢 就是 你的这个 要 综合考虑你的才能热情和社会的这个机会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很专业 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 类似的这样的数据 在美国这样的数据是很多的 而且呢 我们我们这个后人求职 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数据 这样的才能支持你 你做决定 不要不要乱做决定 对吧 好的 那下边 哎 这个很转码先休克 就是 这个 你想转码 那你你你你能不能转得了啊 对吧 你这个你需要这些东西 你学不学得会啊 这个coco老师具体来讲吧 好吗 那我插一句啊 我插一句 这个我们现在啊 这个在刷屏的问题有点多 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联系到我们 点击账号头像 进到主页 点击联系客服 就可以联到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 可以点一下这个关注 因为这样的话 每周 国内时间 每周五晚上九点半都会有直播 那您就会收到提醒了 行 那我跟那个大家说一下转码需要的线搜课 那么很多学生他转码之前 一定要知道你需要上哪一些线搜课 先去上线搜课 再决定你是不是转码 以及你是否转码 那么哪一些线搜课是需要上的呢 那这一块我们之前有很多长讲座 像咱们的杨老师 还有这个新颖老师 都做过不同学校的这一个 转线搜课的一个介绍 那总的来说 你需要的线搜课有哪一些 首先是有两个学期的 这个代数 代数一代数二 然后还有一个学期的线性代数 然后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离山数学 还有包括这个programming 这个一个学期的这个编程 还有这个数据结构 还有一个学期的这个计算机组织 那这些是一般的线搜课 那么具体的这个学校可能差异 还有点差异 比方说UT Austin转码 或者是这个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他们自己有自己 在官网上列出来 专门的线搜课 不太一样 那你想转之前 一定要去看 你想转的学校的官网上 写的这个线搜课 那线搜课可以在哪上呢 提供了几个平台 大家可以先去试一下 那第一个平台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Coursera还有EDX 那你只要交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membership会员费 你每个月就可以在里边 刷你不同的类型的课程 就不会再零收费了 然后还有第二个平台 就叫做Outlier Outlier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平台 可能才成立 比较短的时间几年 但是它的课程的质量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很多学生 在Outlier这个平台上的课 还可以成功地 转到自己大学里边 换学分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 这个平台去上一些 计算机跟编程 还有数学相关的先修课 那第三个推荐呢 就是社区大学 和大学里边的extension 那特别是有一些学生 你可以拿着 本周的这个学费 就是Resident 当地居民的这个Rate 去报社区大学里面的课 那这些课的话 可能只需要三四百美金 你就可以去拿一门代数的课 那这样的话 成本非常的低 那建议可以考虑一下 转色社区大学 那社区大学的课程质量 也是认可的 大学extension 比较知名的 就是加州的几个extension 像UC Berkeley extension 还有UCSD extension 那他们的这个项目里边 都会提供给很多学生上 一个大一大二水平的 数学单数 还有编程 那这个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上 然后费用也非常的便宜 可能也是几百美金 就可以去拿到这样的学分 而且还发官方的成绩单 这个成绩单的含金量 也是非常的高 然后最后一个推荐的项目 就是桥梁课程 那可能很多人就听过 比较著名的 就是纽约大学的 这个Bridge桥梁课 那他们的这个桥梁课的设置 是你完成 纽大的这个Bridge桥梁课程之后 你可以去申请纽约大学的CS 但不是每一个学生 都能够成功的 从桥梁项目 转到他正规的CS项目 那也有一部分学生 他是转不进的 那这个是 但是你上的这个 Bridge课程里面学分 那基本就涵盖了 很多转码的线秀课 那你是可以拿到 这个先修课去申请其他的 比方说东北大学的CS 被录取也是可能的 还有证术项目 像威斯康星 举个例子 威斯康星麦迪逊里面 他也有一个 叫做CS Certificate 就一个证术项目 那证术项目里面 行盖的课程 就基本都是刚才咱们说 你转码之前 必须要先完成的 一些数学跟别程课 你完成这个Certificate之后 你基本上就这些课程 都可以拿着再去重新 去申请一个正规的CS硕士 就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对 所以这个你说叫转码也好 二硕也好 它就是一个长期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这个过程中呢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机会 会遇到一些 比如说你会遇到一些障碍 比如说你这个学这个数据 数据结构 对吧 那你这里你可能就 不一定学的好 那你可能就得要调整 所以我们这个转码呀 这个二硕这样的这种规划呢 其实它是一个在调整中的规划 它和这个你这个高中申请本科 这规划是不一样 高中申请本科 你到了这个12年毕业 你就你就去读本科 但是呢 你这个这个转码上岸的 这种导向的这样的规划 也有可能呢 你开始想去读CI 但我读不了 我可能就要选别的 所以这里面呢 就可能会有调整 也有的我们还有好的学生 这过程中它就开窍了 然后呢 就去实习 然后最后工作了 工作以后 它就不需要这个二硕 那这样也好 那那那当然就 我们会更高兴 所以那这个这个规划 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 是这个要要跟着你的这个这个情况 根据市场的变化来做调整 好吧 所以有的有的同学和家长呢 他不太理解 这个因为在在国内 就是他们也不在美国 他他他他不懂这些东西 你像这个我们这个这个 郭老师啊 Core老师啊 都是都是在这边很长时间 这个郭老师在皮子堡 Core老师在加州 那这样就是成天 就是在市场里面的 所以呢 这个是还是很有他的一套东西的 好吧 下面 那个我跟大家就是 想快速的过一下 我们比较推的一个 在美国好找工作 好上岸的一个专业 那坦来提梅隆 CMU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特别是中国学生 那CMU在大部分中国学生心中 都是一个学CS的胜地 那他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他的确很好找工作 你只要在他们的那个 Master of Computer Science里面 这个学院拿到 拿到他的这个Master Degree 你毕业的 你只要是刚毕业 你就有13万美金左右 不管是本科研究生 博士你的起薪都是有13万美金左右 那基本上是对大部分的CS的项目里面 他这个年薪也都是一枝独秀了 然后他的毕业学生的走向也非常的多 你可以做任何领域的工作 像Software Engineer 或者说是哪一个Data Scientist都可以 那他们的去毕业走向就是几个大厂 Amazon Facebook Google Apple 还有微软 那举个例子 咱们在CS就业最火那一年 2022年的时候 他们当前毕业生的这几个大厂 亚马逊 Facebook Google跟苹果 那就单单去招当年的这个CS毕业生 都就从CMU里面招 都有400多个学生 所以是非常好上岸的一个专业 那如果读不下CS进不去呢 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 怎么办 那就是第二个他们的招牌项目 就是刚才有学生问的这个Mason Mason他会比这个CS来说 他的这个CS课程相对少一些 他的课程体系会分两个方向 那一部分就是 来我插一句啊 对不起 谭老师的那个口老师我插一句 这个家长来那个 我们来看你们 你们是不是还醒着啊 这个你们来投票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 在CMU以前的历史上 是他的计算机科学的硕士 中国籍硕士 毕业的这个找到的工作多呢 上岸的多呢 还是Mism 就是这个信息系统管理 硕士毕业多 如果你认为CMU的这个计算机硕士 上岸多的 你打一 这个Mism 毕业这个上岸多的打二 我待会给你一个正确答案 好吧 这是有正确答案的 好吧 好 COL老师你接着讲 好的 然后第二个招牌项目 就刚刚提到的Mason 对于说你之前是一个门科背景 或者商科背景的学生 那Mason的课程设置 他非常的有帮助你上岸 他课程分两个方向 一个是计算机方向 就刚才提到的 你可能要学Java Panthon Python跟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一些技能 那另一个方向呢 他有很多这个 Consulting方向的课程 咨询公司方向的课程 你可能学的是商科领域的 Speaking Writing 就是读写 还有商业分析 那还有这两个方向的课程 保证你可以很好的在这个 各个行业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Data Scientist的一个工作 那他毕业之后也是分两个 Mason毕业学生 他也分两个方向 像CS一样 一部分的学生 选一半的学生 50%会选择做Software Engineer 那是对于写码很感兴趣的学生 那还有百分之十几 还有50%的学生 是做另外一方向的工作 比方说Data Scientist 那他从事的行业里边 从50%多这个Data Scientist里边 有百分之十几的学生 做的是银行 从事的是银行行业的数据分析 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学生 是从事的是咨询公司 那还有剩下的 也就是做一些Reteller 就是大型的零售商 还有一些传媒方向 一些还有健康方向的 一些数据分析 这项目的时间 它的长度也比较合适 有12个月到18个月 12个月到16个月 两个版本 那么12个月的版本 跟16个月版本 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12个月是没有这个Capstone 就是暑期实习 那16个月的项目里边 它会带一个暑期实习 可以让你在读书期间 去跟着 做一些具体的实战的一些商业项目 那你这个商业项目 还可以去到你简历里边 提高你这个求职成功率 然后他们毕业生 分走的 走的这个美国去哪 大部分毕业生 他们去的去向 的州的位置 东海岸 比较经常去的是纽约州 还有这个宾州 还有他的 还有麻省 那西海岸呢 就是加州那边科技大厂 还有包括华盛顿州的 这个西雅图 因为里边有很多像 那个亚马逊 还有这个亚马逊 波音跟微软都在那 就主要是往这两个方向走 好的 下一 那个 对 我看家长有70%说 他的CMU的计算机科学 好上岸 就上岸结果好 不是好上岸 就上岸的结果好 30%呢 说这个 这个MISM结果好 那刚才那个 科科老师也讲了 他说如果你进不了 CMU的CDS 你也可以进这个MISM 就MISM更好进 我跟你说一下 是2023年上岸的数据 首先CMU的中国学生硕士上岸 是种子校第一名 超过其他所有的学校 哈佛耶鲁什么MIT都超过 他的这个有733个上岸的 刚才咱们说 那个BU不是100个吗 这是733个 其中呢 这个MISM是86个 就是Information System CS呢 是这个21个 所以MISM在CMU MISM上岸的这个最后的数目 是CS的4倍 你可以说呢 这个CS招的人少 MISM招的人多 但是呢 他这个上岸的数目多呢 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风气 你一个系里有80多个人 都上岸了 和一个系里只有20多个人上岸 这这个风气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像CMUCS呢 他这个和MISM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有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经历呢 释放在这个将来培养你做研究 培养你做博士的 因为CMUCS就是最牛嘛 不是说培养你去这个就业的 但是MISM就是上来 就是培养你就业的 你就是入学的不是说第一天吗 第一周 学校就让你把简历给我改好 给我交上来 他就就就就弄着了 那CS呢 他就是说哎 你的算法怎么样啊 你这个将来是不是要读 我说我我就 我是有学生 前前申请CMU博士没升上 然后去CMU读这个CS的硕士 然后这个今年这个导师 把它给录进去了 所以呢 这个你要想上岸 那么你就要知道上岸的这个逻辑 好吧 所以这个恭喜这有 有这个30%的家长答对了 好吧 然后刚才还有谭老师说的 这个MISM有一个12月的项目和一个16个月项目 你要无脑去选16个月项目 不要去选12个月的项目 12月项目不是 不是为这个国际学生这样的背景设置的 好吧 多读点时间 好 下面 好 那个还有跟大家推荐第二个比较火的项目 包括咱们那个提问的时候也有问到东北大学的 CS 那我这个项目它是东北大学的Align 那么它给的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的是没有任何CS背景的学生 那刚才也说很多纯文科背景的学生怎么办 能不能转CS 那你要想去东北大学读CS 那你就可以去申请Align 你可以是个纯文科的背景 但是你一方面需要补一下先修课 先修课这个你也不用特别担心 你可以先提前上了解一下 因为他们课程设施里面也都有先修课 然后但是你要在申请的时候表达你这个从文科背景 怎么样忽然想到转码 那这个你的这个申请的意图一定要非常说得非常清楚 才更有可能成功的背录 然后他们这个项目的特色是 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长 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 它的课程分三个板块 那第一个板块就是它的桥梁 你进去之后你第一年还没有办法进入它正式的CS专业课的学习 第一年基本都是桥梁课 就刚才我列出来的这一个转码先修课 都在这第一年的课程里面全部cover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它是它的核心课程 那里面教很多CS的一些理论跟应用 是它的核心CS课程 那第三部分也是最关键的 就是它的选修课 那么选修课针对的就是 学生当时在申请的时候 你对于自己未来从事的这个行业 或者从事的职业 这个具体的职位 你想做什么职位 那如果说我想毕业之后做这个大数据 那你在选修课期间 你可以尽可能的选一些BData相关的课 那如果说我想做的是那个机器语言 那你也可以选很多Machine Learning 那我建议学生在选修课 选这个选修课的时候 要结合你毕业想找的这个工作的具体的职能 同时你多再多选一些里面带Course Project的课程 那里面有些课是教授 节课的时候会带着你做一个Course Project 你跟着教授去做一些实战 做一些项目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这个简历里边 去提升自己在这个某个行业 做实战项目的这个经验 很有帮助 然后另一个需要值得提的 就是他的招牌的Core-Up机会 那很多学生他是冲着这一 许课而来 就是纯粹就是冲着他的这个Core-Up 他有这个六到八个月左右的Core-Up 你完成了你只要完成了前三个学期 第四个学期 你就可以开始去找你的这个 Assign Co-Up Advisor的老师 去来看你的简历打造简历 帮你去放到他们这个Core-Up 找工作的系统里边 帮你Reach到你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雇主吧 这样的方式呢 会让你更好的从这个简历当中去Stand out 然后更好的找到匹配你这个经历的这个雇主 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他的Career Service这一块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成熟 大家知道这个东北大学在美国 校区是非常多的 那他主校区在波士顿 那你也可以选择在硅谷就读 甚至在这个西雅图就读 在这一些好找工作机会的campus里边就读 然后在就读的这个campus当中 反馈比较好的是西雅图的这个campus 那有些时候他反馈西雅图的campus Career Fair做得比较好 那么通过走他的这个西雅图的career fair 你更大的概率成功的拿到这个亚马逊和facebook的面试 成功上岸就业率还非常的高 这是跟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项目 好的我插一句话两点 东北大学这个就是一个求职的机器 挣钱的机器 这是第一 所以你要想去求职的话 东北大学是很好的选择 他这个以前东北大学的最开始的前身叫做 芝加哥男子什么这个夜校 这不是说我这个马埃泰东北大学 他的传统就是就业 第二呢 你去到这些online的项目 你不要去梦想去体验一个整个大学的这样的生活 我一个那个朋友刚刚在回到哈佛 然后说去哈佛听了这个这个这个讲座 没有 这个刚才Core老师讲的 什么在这个这个西雅图的这个校区啊 什么在这个硅谷的校区 你别以为就是校区 就是一个楼 有的就是半个楼 在那个DC那个地儿就是半个楼 你就在那就是夜校上课 白天去找实习一下 然后呢 最后找工作 你别想着一会儿什么 什么这个这个运动馆啦 一会儿什么游泳池啦 一会儿什么这个那那活动 没有 你要想体验这个 你可以去他的主校区 好吧 所以呢 这个这个项目其实还是不错的 就是看你想要什么 好 下面 下一个 下一个我换一个专业讲 就是生物统计生统 BioStat 那么你像刚才说 就业男的专业里边 生物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你想更好 如果是生物的背景 想更好地留在美国 你可以选什么专业呢 BioStat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特别是各大的BioStat 在整个美国东北角 知名度都是比较高的 他毕业生 80%多以上 都是毕业之后就成功就业 他每一年的class size 就是招的一届的学生 人数大概是在100多人左右 差别不是很大 然后你进去之后 有很多方向可以让你选择 像我截图的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 或者是Pharmaceutical Statistics 你可以选择具体 你感兴趣从事的一个 具体生统的方向 那毕业之后 就业生的这个待遇 也是不错的 但是跟CS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那平均起薪是9万多美金 那随着你这个年龄的增长 从Junior到Senior 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跳跃 那一半以上的学生 BioStat 他毕业之后去哪样的公司呢 那主要分两类 一个就是Pharmaceutical Company 就大药厂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 还有一部分是Biotech 生物科技公司 然后像这样的公司里边 他需要一个非常大的 BioStatistician 这样的一个 一个team 一个团队 去做一些 比方说药物进入了后期 他需要一些Clinical Try 就是一些数据分析 有很多的这个病人数据分析 那他需要做一些BioStatistician 给他这样的一个分析 分析之后做一个决策 那么这是一个 好就业的一个方向 然后还有另外一小部分呢 他会选择进那个 Consulting Firm 咨询公司 或者是银行都可以 因为这些行业里边 也会涉及到很多 生物制药领域的一些 具体的项目 需要有这个BioStat背景的学生 做一个数据分析 那大药厂 如果就渴望在大药厂 求职的学生毕业之后 那我建议你考虑几个区域 也是这个各大 毕业学生的一个走向吧 大部分会选择在 这个波士顿地区 那波士顿地区 是整个BioTag的一个Hub 你基本上是在 到了波士顿 你就是不愁 没有面试至少 那当然说最后 是否上岸 还涉及到很多因素啊 但是但基本上是可以说 一条街都是BioTech Company 那还有就是在新泽西州 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 一个Tag 就一个Hub 像咱们知道的默克 就是在新泽西 那马里兰也有比较大的一个药厂 就是往马里兰走 就像那个阿斯利康 就是就在马里兰 那西海岸的也有很多 大的像San Francisco的北加 有很多这个非常大型 非常很多Startup BioTech Startup 因为它那边的融丝环境更好一些 也是很多毕业生的一个走向 那南加呢 就比较知名的 像辉瑞 就是在南加 所以这有几个很 这几个州是大部分BioTech 学生会考虑去的一个州 那工资待遇还不错 好的好的 这个Coco老师讲起 各大和药厂很多的信息啊 这个我们也很多同学 是往这方面走 好 下面 对 然后这个就是 跟刚才有学生问的 如果你是传媒的背景 你打算留在美国 你想读什么样的专业更好留 那肯定是 有传媒背景的Stand专业 这是刚才说的 南加大这个 Communication Data Science 你不管是老媒体 报刊杂志 还是新媒体 像Instagram 然后Spotify 就是这样各种样的媒体 那还包括那个电影公司 还有娱乐公司 它现在越来越多的 需要数据分析的人才 去帮他更好地了解这个市场 更好的知道怎么样 获取更多的粉丝 获客 然后还有这个市场的Plan 然后这个传媒方向的一个走向 所以Data Scientist的作用 是越来越大 你看这个南加大的课程 是Transferable 是非常强的 就是一方面 有一部分是你传媒 你感兴趣的传媒核心课 那另一部分 他学的是非常硬核的 这个Data Scientist的工作 像Machine Learning Python这些 还有这个数据可视化 你学了这些核心课程 那不管你是想继续留在传媒行业 还是说跳到其他行业 那这一些技能 都是Transferable 可转换的 这个专业可以方便 这个有文科 或者是传媒艺术背景的学生 去考虑 这个传媒方向 就业还是很好的 我们现在F12就在招 传媒方向的这个 intern 今年的暑假 是unpaid intern 如果你要感兴趣 可以发简历 OK 好的 那这个就是刚才很多家长问到的 纯文科背景怎么办 我也不想转码 就不感兴趣 也不是自己的一个职业追求 那可以考虑一下 就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哥大提到过一嘴 就MPA底下有两个方向 然后还有就是病大 病大他的这几个专业 都是很好的 把他的这个专业优势 跟那个数据分析结合的 一个是在工程学院底下 那这个就是纯粹转码的专业 就是MC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个就纯粹转码 但是他的这个转码 并不要求你有任何的 那个工程背景 你这也是个纯文科学生 他不要求任何的理工背景 去申请的专业 所以也是一个转码当中 那个转码群体里边 大家比较了解的一个 就是MCIT这个专业 然后第二个专业 就是他的教育学院底下的 这个专业 全称叫Smart 那他这是教育学院底下里边 教你一些统计学的知识 然后量化分析的知识 还有研究的知识 就是让你拥有一套 这个比较强的一个 数学分析能力 然后还有一些 教你一些数学分析的工具 让你的更好的 去分析一些教育政策 那或者说进那个咨询公司 那教育领域给出一个 就是咨询的一个plan 那这个也是三年的OPT 那毕业之后很好就业 而且这个Smart这个专业 有一个很灵活的地方 他课程设置里边 他留了两节课 可以让你去选择 我们宾大沃顿商学院里边的课程 所以很多学生 他利用这样的机会 去修一些商学院的课程 之后毕业之后 去选择走这个金融 或者说咨询公司转行 也是很多学生 作为一个曲线救国的一个专业 那第三个专业是给这个 Social Policy 就社会政策 或者政治学感兴趣的学生 考虑的一个三年CPT的 三年OPT的一个专业 在宾大的这个社会政策学院 底下开的学院 一个跟Data Science 有交集的一个专业吧 就他这个学院里边 大部分的专业都是一年OPT 只有唯独是这个 非常特殊的专业 是给你三年OPT的 因为他这个专业 是把这个社会政策 这一块跟这个数据分析 做了一个价钱 所以你会学到非常多的 数据分析的一些核心的 核心的一些使用工具 还包括需要有一些 统计学的背景 所以毕业之后 也是比较好找工作 然后其他的就是像 纽大里边 他也有一个文科的 三年的OPT 就如果您是一个 管理类的学生 你想从事的是HR 这样的工作 你想在美国留更久 你需要一个三年的OPT 那么纽大的这个 Human Capital Analytics and Technology 可以让你去继续 你感兴趣的这个 HR方向的知识 同时也会教你一些数据分析 让你通过一些数据 数据分析的软件 更好的去给公司 制定一个Hiring Policy 就是招人用人的一些政策 给出更多管理层 一个更多的一个 招聘的一个政策导向 好 下一位 OPT就是大部分OPT是一年 那如果说是 咱们是Stand Eligible的专业 那你一年做完之后 你是可以去申请 两个月 就是一个延期 OPT延期可以 24个月 就证明你还有多两年的 这个OPT延期 加起来就一共有三年的OPT 那对你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更大概率的成功上案 找到一个雇主帮你 Sponsor你的H1B 但是你刚才也 我再回来回强调哈 如果你之前用过了一个OPT了 你这个硕士 拿了一次OPT 你这一次就不能再申请了 然后OPT规划这一块 一定要有几个点 你在申请OPT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清楚的 那你是否是Eligible OPT的一个衡量标准 有几个 一个是你是不是拿的是F1签证 你是不是有个I-20 你I-20是有效的 这个是你是否申请OPT的前提 然后还有第二个 你这个限制地方 你之前你在申请OPT之前 你在美国是不是使用过Full-Tite CPT 那咱们刚才也提到一点 就是有些学生喜欢用Full-Tite CPT去工作 那本身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提升自己 但是一定要注意 你原来用Full-Tite CPT的时间不能太长 如果你超过了一年 那你就会上市你毕业之后 你申请OPT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第三个这一点 我也要着重讲一下 就是你在申请OPT之前 你在美国必须要完成 两个学期的全日制学习 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呢 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的学生群体 它很特殊 它是可能在美国曾经有过 曾经退学或者开除 然后重新返回这个学校 返回这个学校之后 它可能马上就要成OPT了 那么从你返回这个学校读书开始 到你成功的毕业 开始申请OPT这个时间 如果你的这个在校就读时间 是没到两个学期的 那你甚至就没有办法去申请OPT 所以这个两个学期 全日制学期这一点是要非常注意的 特别是曾经有离开过 学校经历的学生 然后下面这一点是美国学期时间超过九个月 那大部分像就刚才跟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你必须要之前已经是你学了两个学期的 那也就肯定超过九个月了 那大部分说是的项目也都是超过九个月的 那最短的也是十个月 所以是可以qualify for OPT 那最后也就刚才说的 你之前升过OPT就不能再升了 好的 我做说一句大一之前 这个双螺旋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这个很多家长问说 哎呀我什么时候开始找实习 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这个这个你现在晚不晚 那么你你你你都是越早越好 那么我们最成功的一些学生就是从大一大二一直就开始来这个学业和就业同时的提高 这样是这个这个很有效的 你得要把这个时间的因素留下来 你千万不要到了这个延二的时候再想起来 我想这个求职 好的 然后现在有这个啊 这个谁那个郭老师你讲一下这个 对大家来来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 这个是我目前在招收的 都是五月底开始的 比较小就是一个导师带着一到三个学生去做这个科研项目 这第一个呢是Samuel的教授 来做的这个项目 第二个呢第二页可以看一下 那是UCB的了 这个教授 郑教授来去做的这个这个两个科研的项目 他呢对申请研究生的帮助意义非常之大 因为假如说你想申请AI啊 或者是CS啊 或者是什么这个商业分析啊 或者下面那个申请这个game 就是游戏相关的话 那如果你有一个顶尖学校的 一个顶尖的一个导师的一个推荐信 那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或者是你就是本身就想申请CMU 或者是UCB的话 那这个这个帮助非常大 所以如果有意向的 或者有家长 或者学生啊 想了解具体情况呢 可以来联系我们 这都是这两个学校的正教授啊 这都不是阿三阿四啊 郑教授 好的 说三年前硕士毕业 已经用过OPT 回国工作了三年 现在想去美国工作如何操作 现在呢非常多的学生呢 现在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叫做海归 归海 就是我的这个这个本科啊硕士啊 我学位是在海外拿的 我回了国以后呢 现在我又想又觉得呢 海外生活可能更好 又想回国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他是有有工作经验了的 那这里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的这个OPT 就是你毕业之后的这个 能够允许在美国工作的这个机会呢 它只是在你拿到这个这个 学位的这个 一年有效或者是拿到学位之后 你这个这个这个失业期是90天之内 有效而且你还要申请这个OPT 那么而且呢 是一个学位的阶段呢 只有一次 那么这位同学 他如果是硕士毕业 又用OPT 那么对他来讲呢 其实是有两个选择的 第一个选择呢 就是你读博士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学生都读博士 而且他这是工作了三年 估计他是就业导向 可能读博士呢 不一定是他的首选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读一个二朔 那么二朔呢 对他这种情况 他在这个二朔之后呢 说是毕业呢 是没有OPT的 所以呢 他这个二朔呢 可能叫要读一种特殊的 叫这种Day 1 CPT 这样的一种形式 就是说呢 你在读书期间 你是可以去 这个 找工作 但是呢 这样的这种项目呢 它是属于是 有些这个灰暗地带 你要一些地方非常小心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 你呢 读这个正常的这个硕士 然后呢 去 在这个过程中呢 努力的实习 然后呢 去找到一家公司 能够在你毕业之前 就给你把这个 这个H1B给办到 这是很有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的 我在视频里讲过 这个一个Temple University的例子 然后还有呢 一些同学呢 他比如去这个 几个 比如六个 这个不需要抽签的 这个H1B的 这个行业 比如说高校啊 比如说政府啊 这个研究机构啊 像这些地方呢 你呢 是 只要是老板愿意雇你呢 他可以呢 给你办 H1B 是不需要抽签的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他的身份可以衔接起来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情况呢 它属于是叫 二朔的 这个领域 那么呢 我们这个 郭老师和 Coco老师 都是这个 我们后人的 这个二朔 这个 这个业务组的 这个 这个老师 这里边呢 就是二朔的一个 最最主要的一个 规划的要点呢 就是说呢 他得要有一个 相对全程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规划 你不能说呢 我就光是看入学 或者光是看求职 你的 你的入学专业 先修课 求职身份 这些都要综合的考虑 所以呢 是这样的情况 对 如果 二位老师想补充 可以补充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啊 有补充吗 就这个问题没有补充 我这边也看到了 几个家长 那你讲 我回答一下 答一下啊 这个老师说 这个家长说 Stevens 理工大学 人工智能专业怎么样 就业怎么样 先想聊哈 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专业 大概是五年前 是凯内 凯内金明龙 第一次 把他放到 这个本科来的 然后可能 其他的这个学校 慢慢有跟上 我认为啊 只要是选择 计算机相关的 包括人工智能 这种比较领先的科技 那肯定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您的问题 是说offer的选择 比如说你是现在 就是想往这个 Stevens这个学校去进呢 还是说你手上有两个offer 您就是说 想要去做对比 这个话 我们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您可以把问题 再问全一点 但就这个专业来说 肯定是很好的 如果是说这个就业 那肯定也是比正常的 其他的理科呀 文科要强很多很多的 计算机呀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对 这个Stevenson理工 这个学校 其实不错的 它呢 是在这个 是Jersey City吧 是不是 科娃老师 在Jersey City 迈哈顿很近 对 对 就是迈哈顿 这个弯的 对 所以他的就业 其实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个学校排名呢 也算上课 这个其实是挺好的 然后呢 你要是想知道 哪个学校 哪个专业 他的具体的 这个上岸的这个数据 你可以来找学术哥呢 来做一个offer的分析 我们会给你这个 具体的这个数据 尤其是两个 这个offer的比较 比如刚才那个 今天上午有一个 那个CS一个家长群 里边有家长问 他说呢 这个Rice的CS和这个谁啊 和RPI CS 哪个好 哪个就业更好 因为RPI呢 是以前是很好的学校 以前RPI都是跟MIT抢学生的 这个 那么呢 这两个学校 你要光从名气来讲 你可能不太 不太能够判断 那么呢 我给他看了这个数据 Rice呢 有84个这个CS的上岸 就是中国的硕士 在2023年这个上岸 拿到这个进到绿卡这一步的 那么这RPI呢 只有10个 所以呢 那你这个好坏呢 就立刻就看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你要就业这方面 你要看数据说话 你说呢 我就看名气啊 看看学校的声望啊 这个你可以主观 但是就业这个呢 是相对比较客观 那这个呢 我们的这个offer分析 我给你查 对 我补充一下 程航老师说 关于Stevenson理工人工智能 我们为什么补充 是因为我有学生 就是读这个专业 我稍微有一点发言权 就是我的学生 他在读这个专业里边 给我反馈 是这个专业是很好找工作 学的东西质量也非常的高 然后同时 他在读Master的期间 还跟学校的老师 找到了一个RA的机会 对RA的机会 其实给硕士生提供的 并不是很多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学校 其实对于学生 硕士生这一块 给予的这个成长空间 非常的大 那我对这个学校的印象 也是非常的好 离曼哈顿很近 曼哈顿这几年 他对于CS人才的需求量 也在不停的增长 如果读出来之后 学生自身有很强的 这一个就业这一块 如果有一定的指导 那么在美国找到好的工作 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 这一个问题 这个硕士项目两年 第一年在国内 实习也在国内 第二年才去美国 想问这种情形 想留在美国就业 有什么办法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问什么 昆山杜克的那个项目 昆山杜克和WashU的比较 我一起来回答 这个呢 你怎么比较呢 你要看你的将来的目标 是什么 将来目标 比如说我想在国内工作 那么呢 我就尽量在国内实习 对吧 以前其实在疫情之前 基本上留学生都是都是读完了学位就赶紧回国 因为国内的就业机会好 对吧 他在国内赶紧占了个坑 但现在呢 大多数的同学呢 都是希望我这个毕业以后呢 我现在美国折腾着呢 现在美国能找工作 现在美国找工作 对吧 你说的他是挣钱多也好 是工作生活的这个平衡也好 是怎么样也好 那么呢 你如果想在美国就业 你要坚定的 要尽快的来美国 来适应美国的这个就业的环境 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就坚定的不要去选 在国内实习一年 因为国内实习一年 根本没什么用的 我不是说这个国内的机构都不好 而是说呢 你这很实际的 你在求职的时候 人家这个要录你的时候 他都要做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 比如说我接到一个电话 说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这实习怎么样 那我可以跟他说 你说你在中国 你实习这个人在北京也好 在深圳也好实习 你说这个背景调查公司 他会打国际电话 打到中国的这个主管的电话上吗 中国主管接到以后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呀 对吧 所以呢 看你的目标 这个如果你是在昆山渡客 和春山渡客的这种一加一硕士 就是一年在国内 一年在美国 和卧石优的这个硕士相比 别管是卧石优还是怎么样 当然我很喜欢卧石优了 我女儿在这 我觉得你要坚定的选 在美国的这个 两年都在美国的 那么如果你的背景 如果你的目标是在美国 这个开启你的就业 你选这个 如果你目标就是我要在中国 中国这个就业 那你就选国内 我再想说一下 就是你在硕士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 现在很多硕士都是 一年 就是一年一年半 或者两年 你甭管是这三个哪个情况 你其实在美国硕士期间呢 你只有一次正式的一个实习的机会 就是你的硕一的这个暑假 那么呢 你这个暑假的实习 就为你将来的这个就业 避利业后找工作 就做一个铺垫 所以在这个暑假 你如果浪费在国内 那么呢 你的这个这个对你的未来呢 在美国上岸呢 是非常不好的 好吧 所以呢 你说的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想在美国开启你的 这个职业生涯的话 那么呢 你要坚定的选 这个在美国的 全在美国的项目 早来美国 好吧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这个问题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因为你只有一年的时间 在美国的话 你还有身份问题 这个找工作的时候 CPT啊等等 也许会有一些限制和要求 建议你过来 这个来咨询 我们自己去问一下 就是好像这个咨询 我们就是你进到我们的主页里头 去找客服 去点他的头像 给我们留言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因为牵扯到身份问题 牵扯到找工作 去投利的时候 还要事先去找 你不能等到来了以后再找 那那个时候可能错过 春招秋招了等等的 所以这个问题还挺多的 如果想真的去找实习找工作等等 一系列的规划的话 建议您来找我们两个具体问题 对 在美国求职呢 它是有一套它的这个程序的 不是说你爹妈认识多少人 而是呢 在这个公共的市场上 那么呢 它的这个职位 最多的职位 70%职位 都是在9月份到11月来推出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推出的话 你如果这个8月份刚入学 你这个9月份还都什么什么都都蒙的 或者你还在这个享受纽约呢 对吧 那你可能错过这个机会 错了机会 你可能就错过了70%的 这个这个你的实习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你这个 很多的这样的学生 我都建议你 你定了offer以后 你就马上开始你的 在美国的这个叫 叫所谓这个 我们这个留美支持这一段 你就开始准备你的就业 然后呢 你才能更好的来应付这个秋招 好 下面 好 下面有个问题哈 美国西北大学的计算机工程 这个硕士如何 嗯 具体哪个大学的哪个硕士如何 看你是从哪里 你要从学术上 从这个排名上 这里有排名 新闻周刊 你就这个都很清楚的 你要是从这个就业上面 那我们要给你查 这个就业的这个这个数据 西北大学整体呢 还是很不错的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排名啊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名气很大 嗯 这个 但是就业呢 我都要看具体的数据 好吧 嗯 我也补充一个 就是CS 不管是家长跟学生 咨询我们某个学校的CS专业如何哈 这个其实看的本身 不仅仅是这个学校的 这个CS专业 你更多的是看你之后的 一个求职目标 你打算目标做的是 具体是什么 这样现在比较火的是 machine learning 那你的目标是做一个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你出来之后 是请次这个职位 那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在美国有比较好的一个出路 所以我觉得不是纯粹是看computer science 还是得对比一下 就是这个孩子他选的这个concentration是什么 以及他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 对 来我简单说一下 我看了一下数据 西北大学的这个CS 中国来的硕士 在2023年上岸的呢 有22个 那么去的公司我给说一下啊 哎呀这都大名鼎鼎的 谷歌亚马逊谷歌 谷歌 谷歌还有一个叫 Sensor Prime 工资是11万6到16万8 然后谷歌谷歌谷歌 Northstorm Northstorm就是那个做那个衣服的那家 13万9 谷歌亚马逊 谷歌 Vryde Vryde不知道是哪家公司 然后呢 谷歌谷歌 Pony AI 这个AI公司 Facebook 谷歌 Chime Financial LinkedIn 谷歌 然后看下一页啊 LinkedIn Chime Financial 都是都是大名鼎鼎的公司 还是还是不错的 这个西北的这个 这个CS 西北呢 CS呢 是西北大学的 中国学生硕士上岸最多的 第二多的是CE 就Compute Engineering 就是计算机工程 然后呢 是叫 Intergrad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西北这个学校的这个 Communication专业 就是这个这个 传媒专业是非常好的 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很多 其实传媒专业 但是可能这个 Coco老师也要讲 传媒专业其实是 文科呢 这个这个上岸的一个通道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学校的 这个一些项目的传媒专业呢 就上不了岸 那西北呢 能这有14个能够上岸 而且不仅上岸是半导绿卡 这个这一步的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去的公司也都很好 这个GrabHub 就是那个卖外卖的家公司 然后呢 这个Pinterest Google Bitense 就是那个 那个字节跳动 亚马逊 Adobe LinkedIn 这是非常好的 好 那二位老师接着讲 还有什么问题 刚才关于那个 西北大学那个数据的话 其实每个大学 都有很多这样的数据 如果您对自己的孩子 在所在的这个 这个项目 也想了解这种知识的话 也都可以出我们主页 这个都可以来 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本科在UCD和OSU 直接选择 环境工程专业 从专业优势 还有学习压力上 能分析一下吗 是不是UCD的学习压力 更大一些 都差不多 这两个 这俩都差不多 对 而且 而且是 这个环境专业嘛 这个 到时候 到时候呢 看你硕士要学什么了吧 这俩都差不多 那个 OSU呢 校园比较大一些 可能机会比较多一些 我想回答两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 比较主观的问题的 因为你要考虑很多事情 这也不是说咱们自己 给学生就能做好判断的 也要给他自己去研究 比如说这个课程设置 那个更适合他 或者同样都是这个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那他更偏向哪个方向 这些都是他未来可能会 比如研究生也可能会去考虑的专业 对 从上岸来讲 这两句要查了一下 这个 OSU呢 本科 毕业中国籍的上岸了11个 这个UC David上岸了7个 但是OSU的应该是他的学生要更多 比David 所以这个差不多 上岸的这个专业里面呢 没有一个是这个环境工程 都是什么像跟计算机 还有数学相关的 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看你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现在呢 我发现呢 其实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倾向的 就是尤其是发生在这个不了解美国情况的这个家庭和顾问 就他为了上一个排名好的学校啊 他说呢 哎 我取先救国 我呢 先去一个不好的专业 然后去那以后 我再转计算机专业 转计算机工程专业 这个是不对的 有的学校你能转的成 有的学校你是转不成的 比如这两个学校 你要想在学校里面 我从这个这个环境工程专业转到 计算机科学专业 这大概率是转不成的 所以呢 这个不要这个这个乱来这个这个乱弄乱乱无人子弟 这个去私立学校是有可能这个很容易转的 但你去很多公里 比如你去到普渡 UiUC 什么这个威斯康辛 什么这个这个Minnesota UW Seattle 这基本上是转不成的 所以呢 你要是现在呢 你这个这个 要看你是就是本科的这个专业的选择 还是要看呢 到时候呢 你到底是想读什么专业 而且呢 在美国呢 其实你这个大一的这个结束呢 是可以来调整专业的 你可能调整不到CS 但是你可能可以调整到一个可能就业更好啊 可能你更喜欢的一个专业 所以这个大一的时候呢 这个规划呢 也是很重要的 好吧 对这个家长追加这个问题哈 UCD目前是环境科学专业 想转入环境工程专业 不是转入难度大不大 这差不多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化工 这都是非常相近的 你转计算机比较难转 你的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转 环境工程 这个 这没什么问题 对 就是说如果要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话 不如转大一些 往CS方向转 那肯定是就业会更好一些 但如果从就业角度来说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他们是一块的 他们是一个竞争者 对 环境工程稍好一点 对 但你 我不知道你这个 你为什么本科 你就这么确定 你要学环境呢 我不知道啊 其实呢 这里边其实大一呢 还可以有一些 这个拓展和调整 好 下面 下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当二暑期在美国没有找到实习 暑期应该如何安排 做research呢 还是来国内实习呢 我来排下去吧 就是 这个暑期实习 这个暑期干什么事 对吧 有这个 最不好的就是闲着待着 这个吃喝喝 这个这个 如果在国内吃喝喝呢 可能就更不好 因为你把英语也给忘了 第二不好是在美国 这个闲待着 你暑期是可以不上课的 第三呢 我不觉得有用的呢 就是暑期在国内 去修所谓的什么 校外学分课程 当然你闲待着要好 因为你这样修了以后呢 有的是这个学校不认可你的成绩 有的是这个让你最后弄完了早毕业 你也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第四呢 是在美国这个修课程 在美国修课程呢 对有的孩子好 有的孩子不太好 第五个呢 就是在这个国内实习 国内实习我刚才说了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没法核实 即使你在很有名 很好的工作 我前天面试了一个学生 他在去年的暑假 在国内有两段实习 一段都是一个月的样子 所以呢 我作为雇主 我就很难判断 你这个实习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因为我还有中国背景呢 那你要在美国的公司看起来就很奇怪 他核实他也没法核实 然后再往上呢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校内的这个活动 或者校内的打工 或者校内的这个科研 像我在读硕士的时候 我是在校内打工 也在校内做科研 这个科研呢 其实整体来讲呢 他对就业的好处没有那么多 但是对你升学的好处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科研呢 这个 我为什么把它排这么高呢 就是说呢 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你的这个聪明程度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教授啊 这个人也称他是老板 他也有他的这个经济的这些考量 所以呢 你如果科研这个跟教授的这个项目做好了 其实呢 对这个求职呢 有一点作用 要再往上 就是这个实讯 实讯就是我的简历太空白了 我要给钱这个公司和这个后人就业合作 然后才给你这个就业的机会 然后再往上呢 是叫这个unpaid intern 就是这个别人不给你工资的这样的这个实习 这个美国有40%的实习是不拿工钱的 像我女儿好多的这个实习都是不拿工钱的 因为想当医生的人很多 对吧 你这个医院就这么点职位 那么呢 你想拿这个经验你只能在医院里拿 所以医院就不给钱 你就白来干 所以他他这个每周都开车去医院 然后还得交停车费 然后这个去去去去去做了这个实习 然后回来 那就是市场就这样 那么还有最好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就是给钱的实习 叫pay的intern就是这个60%的这个这个实习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一个排序 所以你看的你具体的情况你是适合到哪一种这个排序 好吧 那我补充一下关于这个research 程豪老师说的research可能是咱们后人教育自己 参加过的组织过的一个research项目 但是我知道国内有一些research项目 它的这个research跟我们理解的research 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带着你去做这个某一个课题 是不太一样的 那国内它很多的research是教授给你上课 它是以授课的一个形式 那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课当中度过 那你跟教授一起去做一个科研课题 甚至是产生一些所谓的这个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是非常低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假养的问题是说 要不要做一个像国内这样的类似于这种授课型的research 那么我们是强烈不建议的 因为这样的research没有办法可以真正帮到孩子 拿到一个比较有用的 有意的申请的这个求职的推荐性 那最好还是真的去做一个 有一个教授带着你有一个具体的项目 然后还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 你学到很多的技术 data相关的一些技能 这样能更好的帮助学生 未来的一个求职或者申请硕士 反正总结来讲呢 你要是想在美国上岸的话 你最好人待在美国 其实想找其实都能找到 我刚才不说了吗 你找到这个给钱的找不到你就找不给钱的 找不到不给钱的你就找你交点钱 能够去积累经验 因为我们经验少嘛对吧 然后呢或者你在美国做这个科研的这样的项目 对我们那个5月初就现在4月19号 5月初就要开一个后人很传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项目 是这个CMU的一位正教授在这个Hines School 就是这是这个上岸最多的 有这个上岸最多的这个项目 来做的这个商业智能的这个科研为期六周 以前我们这个项目的学生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成果 那么呢主要是适合美本或者美颜 甚至有的一些高中的学生如果程度好也可以 那么呢可以来找学术哥来具体来问一下 好还有什么问题 郭老师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维克森林的BA硕士 为期只有10个月对求职有优势吗 BA 没优势 没优势 no 没优势 没优势 10个月的不是为你开的 你说呢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工作在手了 那个你从从这个工作去去请个10月假 然后读个硕士回去来接着干工作 这个是可以 你说你如果是个中国的本科 你来美国 你这个就上了10个月 然后呢你又没有一个暑期的一个实习 因为10月之后你就OPT了 OPT就是90天的失业期了 那么呢你这个是很难的 我知道呢 这个北卡那边呢 很愿意开这种很短的这种硕士 什么维克森林啊 杜克呀什么都开这样的硕士 你说呢你就为了排名是可以的 你可以去 或者呢你已经很强了 可以去 这个你如果是中国的本科 你呢这个想要在美国上岸 我建议呢你还是多选择一下 不是说这个学校不好 这个项目不好 而是呢它可能不适合你在美国就业 因为刚才郭老师讲的是 我的目标在美国就业 对吧 那么呢你还要好好的来选择一下 我们是大三读数学和数据科学 想拿身份有什么办法 好那二位你们说吧 你们对拿身份了解 数据我说一下数据科学 Data Scientist 其实在美国算是比较好找工作 包括陈杭老师他放了这张图 Data Scientist 这一个上岸排名还13名 也不是很低 当然最高的还是Computer Science Data Scientist 其实是在美国相对比较好找工作的一个专业 但是具体还得落实到你的这个专业技能 就是咱们一直在强调的 你想做Data Scientist 这个是非常需要经验的一份工作 你在读的读书期间 你有没有积累Data Scientist 相关的这个行业技能 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公司的实习 或者是你跟着教授做research 你会多拿一些tour 就是数据分析的tour 你学的课程的含金量怎么样 那才来决定说 你有没有可能毕业之后马上 功上岸 以及雇主是否愿意sponsor 那这个可能还得回归到你这整个读书期间的一个规划 好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电器工程博士选BU还是科罗拉多博尔德 这两学校其实都是很好的学校 都是这个所谓叫AAU AAU就相当于是美国的这个985 一共的在美国有64所 在加拿大有两所 对 我一次讲座讲的错了 加拿大两所是这个多多大学和那个 Mcgill不是多大和那个UBC口误了 那么呢 这个它是有最高的研究水平的 但是也有研究水平的不一定呢 它的就业好 比如说呢 这个科学大学博尔德分校 在2023年上岸的学生呢 有八个中国籍的学生 分别是学的是建议科学三个 这个商业分析两个 Accounting就是统计一个 电子工程一个 这个机械工程一个 那BU呢 在2023年上岸的呢 有116个 那是八个 这边116个 学的专业的分别是 计算机科学25个 计算机工程18个 电子工程和计算机 电子计算机工程18个 Mathematical Finance 就是金融数学 进华尔街的 这是16个 然后statistic就是统计4个 然后呢 是精算3个 经济3个 剩下就不说了 所以你这两个如果就要来讲 那么呢 是BU是更好的 但也看你学生的情况了 这个 所以呢 我就说呢 你这个 这个 这个offer的分析啊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呢 这个 从 这几年开始 给这个同学 做这个offer的分析 我觉得呢 是 帮你很大的 忙 这个 因为你就算拿了8个offer 最后你也只能去一个 而且你去一个呢 你这 你这未来的两年呀 你就 你就在这了 所以这个是很 很重要 千万不要说呢 哎呀 我就 就为了排名 或者就是这个 乱七八糟的一些 一些想法 这里边呢 其实呢 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可以来选一下 这个offer分析 offer分析 我忘了是 是在 是多少多少钱 应该是不贵 就是回头还给你一个 这个统计 给你一个这个报告 有人也说 哎 你最好 程昂老师给我分析 但是呢 我呢 时间呢 基本上是 跟你来沟通 我大概没有时间 给你写 这个 这个就是 offer分析的这样的报告 我会有一个总结 那我们的这个 offer分析呢 是我们专门的老师呢 给这个 根据学生情况 有一个 这个这个文字的 这样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好吧 所以我觉得 还是offer分析一下 这样的话呢 让你能够 做有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好吧 这个我们offer分析费用 我跟大家说 300美金 300美金 我们会沟通 这个所有的选项 关于您想 450美金 450美金 不是300美金 分析这个各个学校 它的一些数据啊 它的就业人数啊 包括它的职位 包括公司都有 非常详细的 450美金 南加大的数据分析 数据统计 这两年的商业人数 麻烦 这个你查一下吧 说一说 这有南加大的Data Informatics 就是数据科学 是28个上岸的 商业分析17个 我真的没有看见 它的数据统计呢 数据统计叫什么 英文叫什么 叫 那就是统计吧 应该是 是不是 可能 可能我估计 它说的是Data Informatics 就是数据 数据信息学 28个上岸的 28上岸的去的呢 都是分别是这个 Facebook Amazon Oracle 都是很好的公司 谷歌 微软 也有叫Premium Premium 这个钱也挣得少 这可能是个小公司 当时谷歌 谷歌 然后Apple Facebook 对都还不错 结果归就是这个 Data Informatics 南加大是很不错的 南加大是 就中国的学生 这个上岸的第二大种子校 第一大CMU 是印度学生上岸的第一大种子校 你们千万别觉得 印度学生就是穷了吧唧的 只去这个便宜的学校 No 印度学生也去南加大 也去NEU 也去NYU 哪个结果好 他去哪个 下一个问题是 芝加哥大学的DS 数据科学硕士就业如同 然后下一个是类似的 这个数据科学和商业分析 应该怎么选 从就业角度 芝加哥大学的数据科学 芝加大学首先是有79个上岸的 也挺多 但是没有BU多 所以不是排名越高 他的上岸就越多 我看这数据科学的没有啊 这里面第三名是统计 第二名是financial mathematics 就是这个金融数学 数据科学这里 你这个专业还是说清楚一点吧 因为每个学校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每个学校的专业啊 他都是就是就是这都是学校自己定的 他可能在移民局 他要说我这是分类是哪个 但他都是自己定的 所以你要是不告我具体的这个这个这个你offer上的这个名字 这个嗯他不一定对得上这个嗯 所以这个芝加大学跟你说一下 最多的是CS31个 然后是financial mathematics 就是金融数学23个 然后就是统计5个 然后是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4个 这个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这个芝加哥大学是做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他这个社会学整个就是很好的 我们那个许庄音先生 就是这个芝加哥大学的这个这个博士 那么呢我有学生是在这个项目computational这个social science 就是说他把这个这个社会科学呢 用这个数理的办法来进行研究 待会可能有时间呢 coco老师可以具体来讲一下 这个是很不错的 关于offer分析呢 确实可能你得要就是就是得要 我得要知道你更多的情况 而且呢你要给我就是很确切的这个信息 这个不能是模仑两可的 好吧 你还是看有没有这个这个通用的一些问题 来先回答一下 这个刚才郭老师是不是问了 有家长问关于data science跟business analytics的一个区别 这个问题我稍微去解答一下 那么这个区别首先就是看课程的设置 课程的设置这一块两个方向还是挺区别挺大的 business analytics更分商业分析一些 就是他更多需要是你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处理 他希望通过这个数据你能够提供一些business insight 就是你的商业等于说增长策略的一个 一个insight就是等于说限册 那你需要更牛的是你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商业敏锐度 可能更偏文一些 那数据处理这一块相对来说不是他的主要核心业务 所以你会学到一些简单的数据处理工具的使用 但是他重点是他在招你的时候 他更多的希望你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个business insight 就是你的商业分析的见解 那么data science他会不太一样 因为他的这个更侧重在你的数据的处理上面 你会觉得那个专业知识不仅仅是简单的 这个统计方向的一些知识建模 那还有很多关于programming的一些知识 Python machine learning 所以他的这一个更出 更在数据处理这一块 他对你的要求更高 那这个背景可以让你挑更多的这一个职位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说实践性更强的话 那么data scientist会让孩子他本身学的课程的实践性更强 这个问题可能也是这个问Coco老师的 学生纯文想避开数学 能申请美国哪个硕士并且帮助就业 嗯纯文如果你打算深硕士愿意去读数学 那肯定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想在美国好就业 你完全避开数学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唯一有可能是你找到一个比较文的专业 他有三年的OPT 那有一些纯文的项目有三年 OPT的学校在美国也有 比方说哥伦比亚大学各大 他是NPA 他的NPA项目 大部分NPA底下的concentration 都是一年的 对一年OPT 但是他有两个concentration 一个是development practice 那还有一个是economic policy 那这两个concentration是对于想有文科背景的学生 又感兴趣做policy这一块 那你又希望毕业之后有更长的一个 在美国找工作的这个实习时间 那你可以考虑够大的这个专业 就类似于举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你得去学校的官网上去看 你感兴趣的文科专业底下 他会有没有一个三年OPT State eligible这样的一个渠道 就让你有更长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是非常想在美国留下来 那我还是建议你不仅仅是 拥有更长的求职时间 那还是希望你尽可能的去学一些 有技能性比较强的文科专业吧 那稍后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具体专业建议还是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 他目前的这个专业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学的是历史 还是英文 还是一个政治学 我不知道他的专业 但是如果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找我咨询 但是我建议在美国这一边 如果你想真的是学一个 比较能够找工作的专业 那我建议这个文科一定要是 State eligible 有三年OPT 然后同时你在学的这个专业里边 会是一旦涉及到一定的数理分析 那不一定是很深的一个数学 那像比方说稍后我会做介绍的 这个宾大的有一个 就对于statist教育学院 是教育学院文科学院底下 他有一个statist assessment 就是research 就这样的一个专业 他的里边会有一定的这个文科背景 同时也会让你去掌握一些统计学的知识 方便之后你毕业进入一些 不管是非盈利机构公司里边 做一些具体的政策 或者说产品 或者说是一个 跟文科相关的一些的 一些policy相关的分析 那这样的话 让你更容易的在美国 拥有一个技能 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具体的 我觉得还是得结合到孩子 他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以及他的数学能够介绍 接收到什么程度 因为数学会分很多level 那不同的这个stam专业 他对数学的这个要求也不太一样 那具体可以来找咱们继续 今年研究生毕业 想再读法律专业 但没有法律相关实习 可以吗 我不知道你是 以前的是什么这个背景 这个法律专业呢 其实呢 好处就是他不需要 你有法律的背景 你就可以读法律的专业 因为美国的法律就和意义一样 他是这个 这个这个没有本科的 只有这个硕士或者博士 主要的是博士这个JD 但这个好处 他就直接迁带着一个坏处 就是说呢 他的竞争就非常非常强 尤其呢法学的这个这个 你这个就业呢 是非常看你的这个毕业的这个排名 他是不多的这个看排名的这几个这个专业 所以呢 你说呢 你要没有经验 你能不能升 那你能升 你能升到一个 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法学院或者是LM 就是硕士或者是博士 但是呢 你这个对这个就业呢 可能呢 不是那么太好 你说呢 我要申请耶鲁法学院 或者是这个达特茅斯法学院 那么这个竞争是很强的 他虽然他说你什么专业都可以 你也不需要什么经验 那你别的竞争者都是有这些经验的 你没有 你说那你不是 这个这个能力就比较差吗 对吧 所以我不知道你本科是什么专业 你想读什么样的这个法学 法学呢 那其实呢 他的这个就业呢 还是不错的 因为呢 这个 就是能够 懂这个中文 又能够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学位和这个执照 这样的人才还是蛮稀缺的 这呢 也是一个读文科的学生的一个出路之一 这还有一个根的问题哈 本科是econ的 那研究生想转好找工作的专业 怎么如何规划 又会转 对 本科学这个 econ的学生非常多 econ 什么econ啊 心理学啊 这都是在美国的这个 嗯 这种这种很很大陆的这样的专业 呃 也有一些人呢 并不认为是这是一个一个特别的这个科学 所以呢 你对这样的话呢 就业还是 我认为还是要找相对比较比较专的这样的这个专业 可可老师你接着讲 嗯 对 像econ这样的学生 咱们也非常的多 那我觉得是基于他对于这个课程难度的挑战 有能接受到多能有多少的接受程度 那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些挑战 econ背景的学生在原来我们建议经济形势好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他读BA 就是商业分析 因为他是很好的利用到他本科的这一个经济学分析的优势 这个经济学理论 去解决一些那个business相关的一些问题 商业相关的一些问题 同时学一些统计学方向的一些知识 简单的数据分析的tool 还有包括简单的编程像python 就不会学得很难 但是你在公司里面可以胜任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数据处理工作 那现在business analytics这个工作也没有原来这么好的 市场相对饱和了 那我开始建议说 如果这个学生他的数理承受能力足够强 愿意挑战自己 那尽量的还是往data scientist方向走 因为现在data science跟那个商科相交叉的这个专业越来越多 那如果是你可以接受的话 我建议去尽可能的一框背景的学生往这个DS方向走 那你会拥有一个更强的这个实战技能 你可以去更多的公司 又包括像那个IT公司 像谷歌 Facebook 那需要非常大量的data scientist 来做他的这一个growth planning 就是增长分析 那你有一个一框这样的背景的话 我觉得会比纯粹是IT背景来读这个 来做这个data scientist工作的学生来说 其实你是有优势的 但是也还是得基于就是跟学生沟通 他对于这个课程难度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 那data scientist本身也不是任何文科学生能够很好的接受的 所以还是得分析自身 就是学生自身 这边有个问题我们觉得蛮好的 想问一下科科老师 学生想要转码 但是CS太难如何处理 那就选择折中的 就是有一个梯队 那第一梯队肯定是computer science CS专业 那么第二梯队就是这个MISEN对信息系统管理 那这个是仅次于CS好找工作 那你要是不想说我纯粹写coding 不想天天转码 那你就可以考虑这个信息系统管理 那信息系统管理 我到时候会给大家推荐像CMU这样的学校 它的信息系统管理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 就业率至少是90% 那甚至最好的年份是100% 那这个是学生 而且还需要学生有一定的这个文科背景 我觉得如果是您是有一个文科背景像 比方说是social policy 或者是经济学这样的 或者psychology 你不想写 不想纯粹传冲是这个coding 做这个computer scientist 你想做的是data scientist方向的工作 那这个信息系统管理 我觉得是很符合学生这个求知导向 难度也是可控的一个专业 这个问题 请问老师海本毕业 海本毕业是美本吗 9月开始读研 现在加入你们求知快车道合适吗 海本是美本的意思吧 海本就是海外本科 不一定是美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有可能 但是他可能硕士想来美国吧 当然合适了 这个因为我们读研的话 那最终目的就是要求知嘛 求知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学年之后的那个暑期 那肯定就是秋招就开始做嘛 做快车道去投你第一学年结束 后的熟悉学习 那同样马上要开始的就是说第二个学期的秋季去投你毕业后的秋季 正式的全职工作 打扰措施了 这个并且要尽早 如果晚一些的话 那静静压力又大 那这个效果会大 这个问题是学生本科 如果Econ不想转码 如何选择好就业专业 那个如果是不想转码 那你是想继续做Econ吗 如果继续做Econ的话 那么我会建议说可以尝试一下做咨询公司 Consulting firm 因为美国咨询公司 它这个量 体量非常的大 那需要Consultant也非常的多 可以考虑一下 做学一下Apply Econ 那Apply Econ会比纯的那个Econ来说 它的实用性更强 纯的Econ你可能更多是学一个宏观未观的理论 那Apply Econ它的这个经济理论的应用性更强 你的课程选择里边会提供一些像Python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高阶的统计学的课程 还有一些那个数据可视化 就是它会教你一些数据分析功能 让你去解决一些business的一些问题 商业的商业困境 那方便之后 大部分学生的就业导向就是进咨询公司 所以如果不想去纯粹转码 但是又不想放弃自己的这个经济学的优势 那么可以考虑往这个应用经济这个方向走 你如果是去选对好的这一个学校 那比方说像USC这样 在整个加州知名度口碑很好 Alone的校友体量很大的学生学 这学校的话 你如果在这个学校 赌学一个应用经济下来 那应该是在加州地区的这个Consulting Fund里边 含金量会也是比较高的 而且像USC这样 UCLA这样的学校 它都是很多Consulting Fund的Target School 就是应该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就业选择 那当然说经济还可以往很多其他方面去跳 还可以做一些分析类的工作 那具体还得跟学生具体沟通交流 你喜欢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是非盈利盈利还是公司 这个还是有一个细分的一个差别 但是我是建议说 尽可能地学一个应用技能在里边 课程设置里边一定要有统计 高阶统计有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这样的一些 还有一些简单的编程 就来提高自己的求职的成功率 这有一个 我看到一个问题 在微信的上面 问的是 佐治亚理工一硕经济学再读 二硕准备继续读佐治亚理工的运筹学项目 这个OR 就是operating research 叫运营管理 项目就业前景如何 这个我想多讲一下 这个读二硕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业的途径 我在美国就是读的二硕 而且呢 我就是在同校读二硕 二硕也有幻校读二硕 你二硕的一个特点就是 你这个第二个硕士啊 一定是要是对就业有关 要不然你说读个第二个硕士干什么 对吧 你不是从屎坑到尿坑里 对吧 那么呢 这个当时我的一硕呢 就是核电 然后二硕是计算机 所以呢 我毕业的时候 先用计算机找到工作 然后呢 这个后来又去核电公司干的 这个计算机 这个 佐治亚理工呢 它是一个就业很强的一个学校 但是呢 你的这个经济学 这个专业呢 就业是很不好的 刚才那个Cole老师讲过 他的这个O2运筹学 是专业具体排名 我记不清了 但是呢 是这个运筹学里面 就operating research里面 最强的几个之一 应该是前三的之一 我们呢 就有好几个 在这个Georgia Tech 学这个operating research 这个学生的 很好的这个商业 我也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学生 是学他的这个 佐治亚理工的 这个运营管理的 这个本科 然后呢 暑期就找到一个实习在特斯拉 然后呢 实习的这个一个多月呢 就问我们说 这个这个经理说 想让我这个 呃 在延长实习 呃 但是我那样的 我那个各大的那个硕士 就就可能就去不了了 我要不要 要要延长实习 还是要去各大硕士 我说这种问题你还要问吗 就是一定要延长实习啊 我说你顺便再问他能不能这个这个给你一个全职工作 然后后来过两个礼拜就说人家给他全职工作 那这样的话这不就是上岸了 这就是exactly就是这个这个运营管理这个专业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 而且他这个专业的也开这个硕士和博士 所以呢这样的是一个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么呢 所以我就说呢 具体这个二硕的这个规划呀 你可能真是得要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规划 他跟一硕规划的这个路数是完全不同的 回头呢 你可以具体的情况呢 来咨询一下这个郭老师和客户老师这个组 他们这个组呢 是专门是 呃 这个这个专注于这个二硕规划的 嗯 好 下面 好 这个应该是问陈老师的 嗯 2024年美国转码找工作情况比较差 请问转码硕士以后前景会更好吗 哈哈 前景看你现在是怎么样了 你现在要是学的是 是这个不好的这个专业 呃 那你当然是转码会更好 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前景比较差 你的这个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 我们看这个数据 呃 那这个呢是这个2023年中国籍的硕士在美国上岸的这个这个专业的排行榜 对吧 那么你看啊这里计算机呢是计算机科学是2272个 电子工程的是562个 然后电子计算机工程的是550个 然后下面就都是200多个了 这还有这个这个7个你看这里边这个对不起这个coco老师啊 就这里边你看我都看不出哪个是文科专业就是非STEM专业 哪个是非STEM专业 我看这里 这个这个accounting可能算个非STEM专业 但是accounting数学也要求很高的 这里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非STEM专业 呃 所以呢在这里边呢这个这个转码当然是比一些专业好得多的多的多 好吧啊这第二第二页啊这还有这个第二页这里就非STEM专业对吧 这个这个这不是经济吗经济学41个对吧 这个然后呢是这个linguistic这个landscape architecture对吧 这里就是就是这个这个这是这些不好上岸的专业 所以呢你这个想要就业你如果有这个能力呢 我觉得坚定的转码是一个出路好吧 你干什么都都会有困难 这个你就只要方向对这些困难是解决的方向不对呢 可能可能没准困难会更大 好下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本科是传媒和电影双专业 研究生是南加大的电影制作专业这样好就业吗 如果想转二座转什么专业好就业 哎呀这个你们谁先来回答我再来回答我回答 我回答可能会比较depressing你们谁先来鼓励一下吧 嗯好的那我就鼓励一下吧 就是如果是有有电影影视制作这个背景的学生 可以考虑一下南加大的就是稍后我可能有ES Live 也是介绍的这个南加大的communication data science 就是你有这个电影的这个背景 其实你更容易的去理解媒体这一块的一些运作 包括说媒体这个行业你是更熟悉一些 他这个专业就是把这个媒体 媒体跟这个数据分析这两个板块很好的一个融合 那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很多数据分析的课程 同时去解决一些新媒体跟旧媒体目前碰到的这个货客的这个困境 就是人粉丝的增长或者说是你的用户的增长 那么在这个媒体行业的这个用户增长怎么解决 你通过一个数据分析的方法来给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商业发展plan 这个我觉得如果您这是对媒体这一块非常了解 你想在美国一个技能性拥有一份比较好找工作的一个技能的话 那我建议这个专业倒是可以考虑的 而且这个专业是在美国目前来说还没有什么学校 开把媒体跟数据分析做一个融合这样的一个专业 同时也是有三年OPT的一个Stand Eligible的一个专业 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在美国求职 当然说你如果纯粹想再转Data Science也可以 因为他倒是不会排斥说你一定要会这个媒体 你要想在美国留下来的话 你只要有个数据分析技能其实也行 好那个我来我来讲讲现实 大家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华裔的这个大导演李安 李安当时可能是在纽约的这个导演学院毕业 然后呢可能毕业以后六七年都没有一个正经的这个工作 他可能他太太是做什么计算机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太太就就说你这个老是有这个导演梦电影梦 你实现不了要不然你你你你去转马去吧 结果他就死活不转马 然后呢最后哎这个还是跑台湾拍了一个那个喜宴吧 是然后最后慢慢就是获奖啊 最后成了大导演这个可能很多这种这种在学艺术的这些专业 学艺术啊运动啊 其实他的这个这个立足和成名就不说成名了 就立足呢其实相对是比较难的 因为他大家就这么多的这个这个注意力 你注意力你就只能集中在这几个 这个你说叫导演也好 你说叫这个这个摄影也好 你说是这个演员也好 所以呢你要是达不到这样的这个程度呢 你可能呢就就很难来来这个出头来立足 这个呃南加大的这个电影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大导演这个斯皮尔伯格就是南加大毕业的 但是呢你这个电影这样的这个领域呃就是很难出头 对吧你说呢得要得要多少的机会 人家会请一个这个这个亚裔的 而且呢是这个新移民没有身份的人去来做 或者是导演或者摄影或者是演员 这样机会就是很少 这个我有一个学生呢 这个这个本科在UCLA学艺术 然后硕士呢到这个纽约最好的一个学校 学了这个这个导演 这个学了三年他这个MFA 这个简历一大堆这个各个系在在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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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些舞台助理啊助理导演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很多的经验最后呢是还是还是这个这个上不了案 嗯那那就是那你这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要追求理想像李安那样式的 我就是为了这个这个我的艺术理想我就我就我就去干 还是说呢你要现实去来有这个就业有工作呃有这个这个能够立足呃就要看你咱们的这个中国的同学呢有一个特点相对印度同学 因为我最近接触了很多的印度同学 中国同学呢他在一些方面呢他很任性 这个任性呢他当然是源于是我有我们家有有资本的对吧 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这个呃上了这个学这个学费也好生活费也好我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这个担忧 但是呢你的这个任性呢他是有一个上限的你不能说我这个这个呃这个到时候就一直就不了业呃我呢这个这个到时候这个这个一直失业 对吧那么呢他是有这个现实的这种就是现实是总会来跟你这个理想会有一个交汇的 我跟很多学生来讲呢什么样的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呢你的你的这个才能你的这个热爱和这个现实的机会它是一个融合的 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对吧又又能高兴的做你愿意做的事又有机会愿意来 机会能够能够能够光临你对吧你说呢我这个热爱的事情在现实机会很少的 比如我弹钢琴我们就有学生这钢琴弹得非常好这个也开个人那个那个演奏会 但是呢他就面临着这个你不能是这个这个咸语也贺对吧你要是有一个有一个雇主来雇你才能够办身份 皮子宝的这个这个乐团这是这个同学告诉我的他说这个皮子宝的交响乐团 是美国前五大交响乐团是大概每他说是每18年还是15年会有一个钢琴的位置 全时的钢琴的位置产生这一个位置呢有2000人来申请 那这2000人全都是弹得很好的不是阿三阿四来申请 所以你说你的钢琴的这个艺术才华要多强你要多有运气你才能在这个等等15年 然后呢有这个2000人的这个机会你能这个脱颖而出 有2000人可能他他可能没准没准90%的人都是都是没有机会去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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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面前去谈的 可能就开始就刷掉了对吧那你要多大机会你才能做到这件事 所以呢这个我看你的本科硕士都是搞电影你肯定是很喜欢电影 那么呢你要你要考虑的问题呢就是你将来怎么样你的这个艺术才华和艺术的热爱 可能你要找这个专业的这个行业里的人呢来评估像我们我不是搞电影的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学生的话我会帮你找这个领域的这个专家可能有时候找到有时候找的找的是相关不是直接的 那么呢这样的话呢要有一个评估就是哎这样的情况你是到底是这个这个有多大的才华能够这个投入或者你多大的决心能够投入 最后呢可能我想说的呢大多数的情况呢还是对现实低头 不是像因为李安这个全世界就一个对吧 所以大多数情况呢还是像按coco老师说的这样 哎我呢去根据我以前的能力我去找一个这个相对这个就业机会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航道 然后来做我说的呢这个才能和这个才能和热爱和机会这叫top分析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方法我们也有这样的这个分析的这样的服务 到时候会根据学生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 所以呢我觉得呢是你要看一下 因为你这个硕士别人硕士读完了以后就工作了 你这个硕士读完了以后可能你才是开始你才是要要去读一二硕 或者像李安是呢李安人家还有个太太能够这个让他去刷盘子 让他能在家里想 你的可能不一定有对吧 那么呢你要想一想好吧 行这个我说的可能有点有点直接 但是呢他这个道理就是就是这样子 我不是说呢这个这个不喜欢咱们同学呢有这个艺术的这种热爱 但是呢你这个你这个热爱叫passion 还有这个talent你的才能 他一定最后呢是要和这个opportunity就是这个机会要要结合起来 这样你才有这个在社会上立足的可能性好吧 这叫top方法论 好这个这个问题哈这个加州大学CS专业的 呃马上今年要毕业这个学校毕业 但是呢为了想要就业所以推迟三个月年底毕业 那这个时候同时争取这个学期的实习 以及明年开学的美颜申请可以吗 可以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家长好像是UCSC的 这个UCSC呢这个学校前段时间就是弄的个乱七八糟 呃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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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的规划其实很重要 这个呃可以就是你呃延期毕业 然后呢你关键呢就是你今年暑假一定要有事干 刚才我说的排序一定要一定要有事干 找到这个实习或者实训找到找到事来干 然后呢下面呢就来这个申请你的这个硕士 那你如果延期毕业呢肯定申请说是中间呢会有一个间隔 这个间隔呢就OPT也是实习给做好 所以是可以的 请问大四什么时间申请OPT好一点需要毕业以后吗 嗯我回答这个最好是毕业之前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他整个寄送材料的时间比平时都要晚 就是你去到移民局移民局审理然后就审理完之后他还要Approve Approve之后还要给你发EAD卡 那这个时间轴是非常长的 那我有一个学生昨天才聊的一个学生他马上下个月毕业了 目前都不知道什么是OPT 那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你有可能就错过这个申请OPT的时间 那最好是你是马上要毕业的之前 嗯从一两个月之前马上就开始联系你的国际办的老师去 去开始这个OPT申请 因为你还要算上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以及拿到EAD卡的时间 你如果EAD卡拿晚了 那么就直接导致你毕业之后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这时间可能是两三个月内你都没法开始工作 那这个一定是非常要注意的 就避免这个OPT时间导致你求职这一块的一个失误 OK 那个我给讲一个这个真实的例子 我位学生这个学生呢非常聪明 这个成绩全是4.0 而且在一个疼孝 但是呢他有一个病 就是重度的拖延症患者 深度患者 他就能够这个硕士毕业之后 这个OPT可能到了截止的这个就是毕业之后60天可以申请 他就到了这个60天快结束的可能第8天第9天才去申请 结果呢他们学校就把其中一个东西呢给他晚了 结果这OPT就没申请下来 没申请下来他的身份就立刻取消 然后他就得当然给我打电话 那我们那个我找何老师给他给他赶紧咨询 他说哎呦你这个何老师懂得比我们学校的这个懂得多 那可不容我们就是最最厉害的这个专家 那最后结果就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OPT是涉及到劳工部移民局什么国务院这个 他是综合这样的项目 所以呢就没有那就得立刻买这个机票回国 就更悲催的是回国的这个一周之内 告诉我说有一公司给他offer 那怎么办来不了怎么办 那就那就再考虑来美国再读二硕吧 不过他好处是他因为这么一个拖延症对吧 你OPT没申请下来所以你二硕还有OPT 所以呢千万不要拖延症 有人说呢哎呀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能找到工作 OPT你的申请的时候你是可以指定你哪天开始工作的 所以你就把这个日期给指定就好了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后人有这个叫身份管 就是OPT管家这个很好的这个服务 还是还是给搞好 还有啥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关于我刚才说的两个项目的 一个是第一这个这个项目是线下的吗 是线上的 所以你在美国的任何的地方 你在国内都可以参加的 当然如果你愿意来 那跟老师meet 就是面对面的meet 当然我老师也欢迎的 这个问题不大 但你在哪里都可以 刚才老师讲的两个实际项目 可以多讲一次吗 我刚才讲的不是实际项目 还是科研项目 我们可以把页面放到刚才那个页面来 一个是CMU的 就是卡内基梅隆的这个正教授 去做的这个项目 第二个是UCB的正教授去做这个项目 这两个学校都是计算机专业 最优秀的两个学校和这个 对两个学校和项目 包括这个专业 包括这个学校 所以对可以放过来 我们有家长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 了解具体的报名情况 费用什么的 就是找我们客服就可以了 老师请问UT的阿斯就业情况如何 这个学校就业情况非常好 咱们中国的学生呢 可能就知道UT Austin 因为他排名好 但是呢UT达拉斯就业比UT Austin要好 就业第二好的是叫UT Arlington 然后才是UT Austin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学校 这个就业是很好的 达拉斯整个就是一个就业很好的一个学校 文理学院本科经济学毕业 想在美国实习一年再读研 实习工作好找吗 这个 你要找找看 这个文理学院呢 它的好处呢 就是你得到的个人的关注很多 但是不好处呢 就是他不太讲究这个就业 那么呢你就 你这个期间呢 你能够在美这个实习年 这样也是很好的 然后呢 在读研这样对你这个将来就业啊 读研都有都很有好处 文理学院不如这种综合性大学好就业 因为他 他的这种教育的理念 主要是培养你的这种 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这样的能力 而且呢 文理学院的一般呢 他的规模很小 他的科系呢 比较少 大概文理学院标准的一个文理学院 大概就一千来人 两千人 所以呢 在这个 他的这种 整个的这种机会啊 相对比较少 然后呢 他呢 一般文理学院都不开这个 这个工程专业 除非个别的 这个文理学院有工程专业 一般都没有 所以呢 他的专业就都是一些英语啊 什么生物啊 历史啊 那你这个就不是那么好就业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中国学生呢 这个读文理学院的不多 可能呢 也有也有这样的问题 一个还要因为他排名不高了 这个 但是文理学院呢 我就说这个 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通过文理学院呢 去转学到WashU 转学到歌大 这是本科转学啊 我坚定的认为呢 这是进入到美国前二十大学的最通畅的一条路 你GPA大概3.5 3.6 就可以进到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 其他的情况呢 进入文理学院呢 还是要 要这个 小心 要一个规划 好吧 好的 我看问题差不多了 第二位老师 还有什么补充呢 没有什么对于这次讲座的补充 但是我看大家有太多的留言 是关于offer选择 哪个方向就业 哪个学校的就业 两个学校同样专业的对比等等的 一定要出我们 我们帮你去看这个具体数据 咱们具体实行具体分析 好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儿 好吧 这个怎么找实习 怎么申请OPT 怎么转码 怎么读二硕 你可以来找学术哥 我们来安排咨询 好吧 好 那这样 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